新北市三重的一家杂货店 因为他们最主要呢 是疑似透过杂货店来做掩护 私底下却是代为民众操作股票 还用年息高达83%来作为号召 诓骗民众来投资 而就连结婚生子或者是国外留学 还有无息贷款的方案 但是这七年来吸金已经是达到了4.6亿 又超过600多人被骗了 经营杂货店的三姐弟涉嫌非法吸金 遭到带回新北检 训后三个人通通升压 而堪称最赚钱的杂货店 地点就位于新北市三重区 拉下铁门没人回应 达着食品行的名号 虽然是小本生意 但背后疑似成立吸金集团 平常开会的据点就在杂货店的地下室 通过亲朋好友招揽附近的住户 就有受害人砸了好几十万 最后全都血本无归 我也是四五十人 我纯粹他们只是说投资股票而已 之前本金有拿一些回来 然后他说还要不要加吗 我就想说好吧 反正拿出拿回来的几万块的加进去 我的师傅跟我说 不要再去搞跟人家搞那个 把那个当作是大碍 诚信三姐弟疑似以代操股票 年期最高八成三 保证获利的名义 吸引受害人上门投资 三步时举办奖励方案 像是结婚生子跟国外留学 都可以申请无息贷款 杂货店地下室则是用来举办说明会 过年还会在这里发放两千元的红包大礼 七年下来一次吸金四点六亿 受病民众高达六百七十人 原本每年定期发放红利 但直到今年九月 疑似资金出问题发不出钱 投资人愤而提告 当初三姐弟宣称 背后有股票高手 能够代为操盘 只究竟对方是人头还是主谋 检调还要深入追查厘清 最会赚钱的杂货店 如今深陷吸金风波 邻居可说是一点都不意外 明星文中文报道 台北市长克文哲 最近旅旅和中央呛乡 也让绿营的关系 现在与他是降到了冰点 所以在礼拜